大家好我是刘志冲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利用上一个视频的案例 来跟大家一起深入的学习一下 Coreo这款软件是如何来计算板金的展开尺寸的 那首先我们还来看一下这个模型 那这是一个两侧有这么一道折边的 这道折边呢我们发现 它的一个内二跟内跟外二都是零的 对吧有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包括这一侧也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转板金之后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展开尺寸 它是它的一个宽度183.16 大家看一下这个尺寸 那如果说我们在它这两侧 这个地方我们添加一下折弯的话 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说添加一个常规的这种折弯 包括这个也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展开尺寸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 好那我们发现这个时候是183.64 那么刚才是16现在是64 那么这里呢大概差了0.48的吧 接近0.5毫米 那么这个误差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测量一下像这个版后的话是0.8的 那学过我的教程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哈 那我们像这种我们去导入来去做转板金展开的 那我们都是有模板的都是有折弯表的 那包括这个模型也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一个折弯表哈 那我们已经设置好这个折弯表的 那么在折弯表里面呢 那我们是设置了一个像这种展开尺寸呢 一般都是说啊 我们是设置好了一个展开系数的 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呢 假如说我们这个是按冷折板来处理的话 按1.7倍这个扣除去做一个展开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不管说我们这个半径是多少啊 比如说是R0.1的好 0.2也好 0.5也好 那么它的一个展开尺寸呢 那都是符合我们常规的一个V潮折弯啊 应该都是不变的 那刚才我们发现啊 有这个折弯跟没折弯的时候 它的尺寸是有明显的一个差异 那么这是怎么引起的呢 那这个其实啊 要了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去啊 去了解一下 Colio这个软件 它是如何来计算这个板金的展开尺寸的 那其实在咱们教程的第二课跟第三课里面 有专门说过这个板金展开方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知识 那么其中呢 就有这样一张图啊 我们来说这个折弯系数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啊 最后这一部分第三张图呢 我们说到像我们Polio也好 我们Colio也好 我们在做这个板金展开计算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系统内部的一个计算方法是这样的 它是通过啊 折弯的一个啊 变形区的尺寸啊 不管我们说利用这个K因子也好 话说我们利用这个Y因子也好 要话说我们利用这个折弯表也好 我们都是为了计算这个折弯变形区 也就是我们这个图中啊 这个红色跟绿色区域啊 这块是它的一个折弯变形区啊 通过计算这一段尺寸啊 就是说啊 然后呢 再去把这段尺寸呢 跟它相邻的两侧的直边啊 相加 比如说这个图中的A跟B 加上这个啊 折弯变形区的一个啊 尺寸来得到它的一个展开尺寸的 那么像这个啊 折弯变形区啊 这个是这部分尺寸呢 在我们PRO1块Coreo里面呢 就叫做这个啊 折弯余量对吧 折弯余量啊 那么当然在soliverse里面呢 这个叫折弯系数啊 有点叫法不一样 大气质原理都是一样的啊 那为了更好的去说明这个问题呢 我们啊 回到我们软件里面 我们啊 新建一个简单的一个板进行键啊 那我们按我们的模板啊 默奕的一个模板啊 比如说啊 那我这里呢 我特意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拉伸啊 就做两道这边啊 最简单的啊 这里我不要把它把它删掉 我不要把它捕捉到这个 然后呢 这个长度呢 我一样的都给它一个啊 实的 实的 然后这个角度的话啊 给它90度 那么啊 反后是一的啊 我们默认的情况下啊 啊 我们要让它加上这个 呃 折弯半径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展开尺寸呢 应该就是说啊 符合我们的一个啊 常规的比较折弯啊 1.7倍的扣除 那应该就是说 10加10再减去一个1.7 那应该就是18.3的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这是18.3的啊 当然了 如果我们说要随便去修改这个 半径啊 因为我们呢 是有这个折弯表的 比如说现在是R0.4的啊 这个地方 啊 我们如果说改一下啊 它的一个0.4 我们比如说改到0.6啊 话说啊 0.8也好 多少都好 我们改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是0.6的 好了 我们再重新的去看一下这个尺寸呢 它依然是保持这个啊 保持这个18.30不变的啊 这也是为了啊 我们的设置这个折弯表啊 来去啊 让它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就是为了解决 不管我们的一个啊 模型 它的内二轮呢 是多少 对吧 只要说它是符合我们这个 就是说我们是利用这个V潮去做常规的 这种V潮折弯的话 都能够保证它的一个展开时存是不变的啊 就说啊 有时候呢 因为我们经常呢 我们客户给到我们的一个模型也好 我们三文也好啊 可能不同的客户 他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不同的习惯啊 喜欢去用不同的一个折弯内二轮 所以说我们特意去用这个折弯表来啊 达到一个目的 因为我们的加工模具是一般就是说啊 是不变的对吧 同一个厚度 比如说真的1.0的 我们啊 用比较固定的模具去加加工的 那么这样子哈啊 我们就说 它的展开时存肯定就是相对固定的一个值啊 我们就说这样去设置我们的折弯表啊 就是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因素的 那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哈 刚才我们啊 也说到我们一开始这个模型啊 就说这个折弯 如果是没有的情况下啊 它跟我们的一个有二轮的情况下是啊 产生了这种不一样了 就说不能再保证这个尺寸不变了啊 这个展开尺寸不变了啊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那么我们不妨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尝试一下哈 我们把这个折弯去掉啊 让它不加折弯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啊 啊 它依然是啊 这两段纸边依然是10嘛 对吧 依然是10的 长度还是10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展开尺寸 大家看到没有 这时候居然是20的 它不再是18.3的 那这个20是怎么来的呢 那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因为说我们那个折弯表 它现在呢 不起作用了 对吧 40了 对吧 我们的k值 它也是40了 对不对 那么其实哈 这个也很好理解哈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我们的日软 现在计算这种啊 板金的一个展开的时候呢 它是通过直边长度相加 再加上一个折弯变形区的一个展开长度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刚才啊 去设置了一个 它的一个呃 折弯的时候 我们啊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把这个天价折弯去掉了 也就是说意味着啊 这里没有折弯了 就是说没有折弯变形区了 那么远见还是一样的计算啊 它把直边相加再加折弯变形区 只不过是说这个时候 它折弯变形区是0了 就没有了 所以说它就是说把这两个直边 10跟10加起来 所以说就是啊 变成了这个20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再尝试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刚才 我们那个折弯角度是90度的 比如说我改成45度啊 大家看一下啊 45度了啊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展开尺寸 啊 它依然是20啊 它还是不变的 对吧 因为很简单 它这两个直边长度还是10吗 还是没有变的 对吧 它还是10的啊 还是10的 那么又比如说 那又比如说我们改成这个啊 150度啊 我们改成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角度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 展开尺寸啊 还是20还是不变的 对吧 那么这一点啊 应该现在应该能够理解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啊 如果我们没有添加折弯的情况下 那么系统在计算的时候 它依然是把它的一个啊 直边的一个长度相加去做一个展开计算的啊 那好了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模型里面啊 我们再去认真的去观察一下 其实还是有一点问题的啊 那比如说啊 我们刚才算过了我们有折弯跟没折弯的情况下啊 插了大概是呃0.64对吧 跟0.16就插了0.48 那像这个啊 呃 板后是0.8的 那么这里明显是说啊 呃 有折弯跟没折弯 这里是两道折弯吗 这两道 那应该是说插了两道折弯的一个扣除 就是说插了两个呃 一点一点七倍的一个板后 对吧 那就说这个板后是0.8的 那么一道折弯的扣除就是呃 0.8乘1.7应该是一点 0.36对吧 那两道折弯的话 应该就差2.2.72左右对吧 那现在呢 他只是插了一个呃 0.5都不到 只有0.4 那很明显 我们刚才啊 这个也不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啊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模型来看一下啊 那我把这个角度呢 还是啊 改回我们的一个啊 就是吧 为了变我们说明啊 大家看一下啊 好 那其实呢啊 这个啊 其实是跟我们这个板金键的一个驱动面跟偏移面有关的 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软件在计算它的一个展开长度的时候啊 在计算它的一个直辨的时候是以它的一个驱动面作为基准的啊 比如说什么叫驱动面呢啊 我们把这个关闭一下好 那么板金呢 它一般是说有一个驱动面有跟一个这个啊 偏移面对吧 那么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我们切换到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呃 效应我们能看到这个啊 绿色这个边线这一面呢 就是所谓的一个啊驱动面啊啊啊 白色这这一部分呢是偏移面 那么板金啊 酷6在计算它的板金展开的时候啊 算它的一个啊 直线的长度呢 是以它的一个啊 驱动面作为基准的啊 比如说啊 现在这个十两段直边都是十的话 那么它展开这段就是十啊 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重新把这个啊 编辑定义 好 我把它的一个方向反一下啊 我这样子啊 我看下应该反过来了啊 没有 那应该是没点啊 那点多了一次 把这个啊 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把那个驱动面 把刚才一开始反过来了 我把它的驱动面 设置为这个内侧面了啊 这个时候啊 它的一个长度呢 我们称一下 由于我们刚才是反过来了 这边就变成十一了对吧 十一了 这边是十一了 我们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刚才这个是十的 我们改成九是吧 我们改成九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测量一下 它的一个长度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现在它的一个外侧的长度是十的 还是十不变 对吧 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是 它的驱动面是在内侧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一个展开尺寸 还是不是十加十等于二十呢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好 不是的啊 这个时候变成十八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因为它在自算的时候 它是以它的一个驱动面 来算它的一个直线 这个啊 直边的长度的 现在它的驱动面 由于我们刚才是切换了一下 啊 驱动面变成内侧了 就是说 这两段啊 这两段啊 这段是九的啊 这段也是九的 对吧 说它是九加九就是十八啊 它不再是以外侧这个长度来算了 好吧 那这样啊 我们刚好正好利用这一点呢 就能解释我们这个差异 为什么会这样的 由于呢啊 那比如说我们切换一下 我们这个 消影 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驱动面啊 这个模型的驱动面 其实不是在它的一个啊 内侧的 是在它的一个外侧 由于我们转保镜的时候 我们选的是它的一个外侧面吧 对吧 就是这个面啊 这侧的一个面 那我们不妨啊 在这里呢 去做一个测量对比啊 那么比如说我把刚才 这两侧的一个折弯 我把它啊 我先把它取消掉啊 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测一下 在这个折边的一个高度啊 这个面 你它的一个啊 底面 由于这个是压史边 那我们秤一下这个高度 哎 这个是不是 挡到了啊 好 这个是9的 对吧 这是9的9的一个高度 那么啊 这个面 你这个面的高度是多少的 这是8.2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那我们不妨把它啊 做一个展开啊 我们这里呢 直接啊 手动去做一个展开 我们可以算一下的 固定面啊 没问题 好 那就是说啊 这个边线啊 你这个 它的一个距离啊 大家看到没有 是8.2的 对吧 它不是9的啊 是8.2的啊 这 刚好是解释了 为什么啊 我们刚才呢 在这个啊 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它的一个差异啊 它的一个展开的差异 不是说 差了两个啊 这玩扣除啊 不是差了两个 这玩扣除 而是差了这个0.48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就是说我们啊 它这个软件在 展开计算的时候 它是以它的一个驱动面 去算它的一个啊 直辨的一个长度的 好 那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说清楚这个问题啊 希望能对大家的一个工作 带来一定的一个帮助哈 好 那喜欢这个视频 请留下您的点赞评 如果想要系统学习 我的教程 也可以私信我 也可以进我的主页 观看更多精彩的原创视频 好 谢谢大家